公按下铁卷门开关 准备下班回家 突然想起东西忘了拿 又走回店里 下一秒原先缓缓下降的铁卷门 突然如自由落体般急速降下 就差0.1秒 男子的头就会被铁卷门砸中 惊险一瞬间 铁卷门发出轰然巨响 左邻右舍都还印象深刻 事情就发生在中和一间包子店 下午一点多 店长刚整理完 准备离开 没想到一个折返的念头 却差点让他小命不保 虽然事后店家已经进行维修 但铁卷门压伤人的案例 在国内外都曾发生 就在女骑士起步同时 铁卷门却突然快速下降 接着直接压到正名住户 曾有女骑士被社区铁卷门压伤颈部 国外也有民众无预警的 差点被铁卷门砸中 业者坦言 就算定期保养铁卷门 如此意外也难以避免 铁卷门在按线上 当然又钻了 这是很危险的动作 如果你要进出的话 没有 就按暂停 然后再进出这样子 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懂得自保 毕竟铁卷门何时会失控 谁都无法担保 民众还是小心尾妙 记者叶伟林 陈玉璇 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